这一套也是分开买的 这个是跟我一个女朋友 她做珠宝的 我给她捧场买的 这个在香港买的 带起来很像一套 其实不是分开买的 很类似 因为它的设计 它的造型都是方的 然后旁边像钻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 是 点心看来这个戒指颜色鲜艳一点 鲜艳一点 耳环稍微差一些些 都很漂亮 戒指多少钱买的 戒指24万 是 24万 那耳环呢 大概不到10万块吧 这个耳环差 看起来这个绿就有点乌乌 对 它的颜色就稍微差一些些 不过它们两个都是同样的产品 但是戒指很漂亮 它们两个都是巴西产的 巴西 这是属于品质很好的巴西的竹母绿 非常好的巴西竹母绿 它就是跟哥伦比亚的内涵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它的颜色通常就会稍微 比较没有像哥伦比亚那么鲜艳 但是其实好学校也有坏学生 坏学校也有好学生 那基本上来讲 就像他们两个一样都巴西的 所以它这个戒指是巴西里头的好学生 对 就好很多了 那这个是中等生 一般般的 一般般的中等生 好 我们也来见价 请见价 48万元 戒指吗 公共戒指 全部 那公共戒指多少钱 这个戒指差不多28万元 所以还在没有了 对对对 那中文率香得好 但是它旁边的钻石 都很多人的黑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为了贪便宜 那有时候因为它钻石算大了 每一刻都有七八分 有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个香其实是配角 对 那主角够漂亮就好 配角不要花太多钱 有时候这样说 但是其实它整体你买的时候 它是整体的价值 那钻石它也是花钱去香 有一个弓 一颗钻石一颗 你用三万五的 更用一万八的 它差距一倍 它香一颗也是要七十元到一百块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建议 说你现在也是普世价值的 大家对这个所谓的珠宝 这种旁边的配件也是很重视的 它的品质 那有的人当然说 那我要压到最低的便宜的程度 那当然就不要用K金了 可能就用银台 然后像一些苏联钻 那是另外一种思维 那像这种高级的珠宝一般来讲 我们就会 它会注意旁边的配件 像廖老师讲它的工艺要怎么样 配置上来讲 还有这个钻石的堆叠 它有一种层次感 慢慢大家会讲究这些东西 所以红花也要绿叶来配 对